1941年12月7号的珍珠港事变 是美国人至今70年来难以忘怀的国耻 当然也提醒了他们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潜藏敌人 随时准备发动下一次的偷袭 这场偷袭会在哪里发生 什么地点目前最危险 美国国防部长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 他点出了他认为最危险的危险 就是在电子战场上 敌人可能利用通讯系统的瘫痪 让整个国家完全丧失反击的能力 因此确保美国国土的通讯系统的安全 是最最重要 美国国防部甚至举出一个例子 就在今年8月 沙烏地阿拉伯的国营石油公司 曾经遭到骇客入侵 造成了至少3万部以上的电脑为之瘫痪 谁干的 美国人还在了解当中 不过他们显然已经有了潜伏敌人的假想对象 就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这个月的8号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报告 直接点名中国大陆的两家 最大的通讯厂商 华为跟中兴 希望他们这两家 美国人绝对不要跟他们做生意 因为这两家公司 可能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土安全 甚至会造成有通敌的嫌疑 这个罪名可大了 这两家公司立刻反击 中国外交部也给予强烈的回击 这整个事件的确显示出两点 的确中国是美国目前的假想敌的第一名 而且目前双方在商业战场 以及在交通 以及通讯安全战上的激烈的白热化的争夺程度 已经到达了的确第一线交锋的地步 的确这个事件所显示的 不仅只是一个商业纠纷 它更显示了中美两国 在商业战场上 在电子战场上 是如何的已经开始短兵相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大动作对于中国两大通讯设备商 华为和中心提出封杀令 后后的草案报告书中指出 他们认为关键通讯零件里 一旦被植入恶意软体 将成为中国有力武器 美国众议院代表话一说完就走 这番谈话却再度引爆中美战火 报告还指控 华为和中心在一年多的调查期间 提供不完整自相矛盾和被重就轻的资料 案件发生在美国大选倒数之际 美国众议院的做法 也被认为很可能是政治操作 华为是华为 华为不是中国 任何关系统议院或美国政府 和其他国家的国家 或其他国家 都没有关系我的公司 中国外交部发表强烈谴责 美国对华为开闸 等于间接对中国经济制裁 因为华为正以极快的速度 在欧美市场攻城掠地 严重威胁美国品牌 就像约好了一般 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 就抢先在众议院之前 做了不利于华为的报道 总长13分钟的专题特别琢磨华为不够透明化 和中国解放军关系密切 原因就在于华为的神秘总裁任正非 曾具有中国解放军的背景 上任25年来从不受访 形势低调极少公开露面 任正非在1987年 在深圳创立华为 主要营业项目是行动通讯 宽屏光纤及无线设备 他用军事化管理华为 别人花一年时间做的事情 华为只要三个月就能做到 他鼓励员工拼命 打造一批狼群部队 有使命必达的侵略性 他跟擅长打价格破坏战 宁可少利润也要抢市战 于是到全世界各地抢身一座 扩张野心快到令全球的恐惧 当然也包括美国 华为过去几年主要是代工 以及销售白牌商品 手机销售排名占全世界第六 去年底华为决定自己做品牌 今年更布局智慧型手机市场 起初以宏达电为竞争目标 不过才到第二季 市占率就已超过宏达电 华为下一阶段企图星 是要在三年内超过三星和苹果 成为世界第一 华为 但就在迈向世界第一之际 美国众议院的调查 的确重击华为形象 60分钟节目中 华为虽让美国媒体 进了北美总部采访 但美国人最在意的敏感话题 却从头到尾说不清楚 到底华为是披着民间企业外衣 实为中国官方进行渗透 还是美国太疑神疑鬼 恐怕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 而就在美国公布报告之后 加拿大 英国 还有荷兰 纷纷提出 华为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应该重新审查 更怕如狼一般的华为 很可能会蚕食 惊吞他们的电信市场 中国第一家国际化品牌 迅速茁壮 大的令人惧怕 美国对华为开刀 从安全考量 延伸到经济战略 一发不可收拾